我身后这个湖叫杨卓庸错 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我旁边这台车是北京汽车的X7 现在这台车正在进行一个 关于品质极限的一个挑战 行车里程会超过一万公里 也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路况了 今天在拉萨其中一辆车呢 让我给截糊了 我给切过来了 挑战咱们先放一放 咱们看看到目前为止 这辆车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在我们拍了这台北京X7之前呢 这辆车已经经历过高速和山路的各种复杂路况了 接下来拉萨到珠峰路段 高海拔和崎岖路是不小的挑战 作为北京汽车自主十年的造车经验产品 在300多公里的实际体验之后 这样车的品质我们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10到15万紧凑型SUV这个区间啊 市场是非常激烈的 你自家产品要是没点亮点呢 销量是绝对超不过对手的 北京X7主打的就是颜值 空间科技和安全 关于颜值呢 咱们各有所爱 六边形进气加灯组的造型 非常明显的是往犀利了整 我们这辆车呢 是14.69万的顶配 配置像隐藏门把手 多功能后视镜 后排隐私玻璃都安排上了 在这个价位可以给这么多 点个赞 空间那里呢 我们先来看后备箱啊 因为我们这次来拉萨 带的行李跟设备比较多 所以后边空间就比较重要了 这个后备箱 现在放了设备 加我们两个人的行李 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富裕 备胎的盖板呢 还是一个双筒的设计 可以往下调低一档 在使用上呢 非常的人性化 后排座椅 再放倒之后 地台呢 也是非常平整的 这个空间容积啊 应该是有一千升左右 什么概念 我觉得要是搬家的话 拉个冰箱电视 洗衣机什么的 应该不是问题 卸了货 能当床 你要带上足够的物资吧 我觉得无人区 能备好几天 末日逃生神器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北京啊 拍过这辆X7 所以说内饰 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要比以往的北汽 这个内饰 要精致的多的多的多 这三块屏幕的组合呢 把科技感做的 也是相当到位的 当然配置也不低 舒适进入 带各种技艺的FaceID 这个FaceID呢 你绑好自己账号之后 别人不管怎么 调你的座椅跟空调 你上车都能自动 给你调回来 这个车机系统的 整体交互呢 也没有问题 像常规的 非常规的语音呢 也都可以识别 我们来试一下啊 你好小北 我在 打开主驾车窗 好的 你好小北 嗯 空调23度 好的 空调温度切换为23度 这个全月镜仪表呢 显示的信息也非常的全 中控呢 是12.3英寸的触摸屏 功能也很多 这里呢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 收音机里边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非常好用 而且我在别的车上 还没有见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音乐电台 然后点它的听歌识曲功能 这时候这个歌曲被识别到了 就会放到你的歌单里了 点开就可以直接播放了 而且在静音的这个状态下 也是可以的 下面的屏幕呢 就是涂抹空调了 我们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呢 窗窝上有很多的霜 前方档 重装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另外呢 就是X7 支持分区空调 和车内的空气净化 座椅这里呢 填充物是比较厚实的 坐上去呢 是中等偏软的感觉 有一点像奔驰翼的那个零中立座椅 后排呢 也一样 但是后排的坐垫啊 我个人感觉稍微短了一点 不过座椅的角度呢 是可以调节的 长途坐后边呢 也不会特别的累 车里面的其他配置呢 也很全 实扬声器 有独立的供放 车里放个支 还是非常带劲的 另外呢 还有手机的无线充电 放凡加热 这些舒适性配置 也都给到了 关于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X7还是非常走心的啊 那么在高海拔的一个动态驾驶表现 咱们开启了点 刚才呢 我们介绍了这辆车在颜值 还有科技配置上的一些亮点 下面呢 我们来说说安全啊 硬件上 这辆车呢 用了高强度的龙式车身 超高强度 热车行钢的比例呢 达到了14% 软件上 像AR实行导航 360度全景影像 F2级别的辅助驾驶 都是有的 所以说在这个 安全出行这块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么动力的账面参数上啊 全系1.5体发动机 四缸 188匹马力 275牛米 我们这辆车呢 匹配的是 7速 湿式 双离合变速箱 今天我们开的这条路啊 其实海拔并不低 应该是在 3500米往上了 这辆车的动力的输出呢 并没有很严重的衰减啊 变速箱的这个平纯性 表现呢 也还不错 主要就是逻辑不乱 该升档呢 就升 不会提前 也不会有延迟 转向的手感呢 感觉会稍微有一点虚位 不过呢 你可以把它调整到运动 手感呢 就会好很多了 这次呢 我们开了差不多 有300公里 这个悬架的表现呢 要比想弄的好 前后都是独立悬架 整体的一个调校呢 相对偏软 面对一些复杂路况呢 这个底盘还会有一种高级感 所以说在日常的城市驾驶 这辆车呢 绝对是游刃有余的 总结一下啊 这辆北京X7 在高海拔地区的表现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不管是长时间驾驶 悬挂和动力的表现 还是舒适性安全性 相关的一些配置 这辆车呢 都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 也相信啊 接下来的它一些挑战呢 这辆车也可以很轻功的通过 好了 那么关于这辆车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这里是未杀过内车 我们下期再见